雪州大臣机构挖沙弊案方面 反谈委员会在两个安全屋 找到了加近560万利级的现金之后 如今再搜查六个地点又找到现款了 这次到底是多少钱呢 当局还在点算 只要搜集足够的证据 反谈会就会传照涉案的政治人物问话 消息人士透露 反谈会这次搜查了吉隆坡一个住宅单位 和五个办公单位 暂时还没有查封任何建筑物或交通工具 简直目前一共有四个人落网 其中一名商人涉嫌在获得大臣机构合同之后 向其他公司收取贿赂 他的延扣期原定在今天届满 结果反谈会再次逮捕他 这次是延扣到星期天 反谈会已经传照25名证人协助调查 其中11个人是在今天被传照 跟号机相当合的 证据 证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